德新国小是南投市一间小而优美的学校 历史悠久 由于校园活动中心侧变 因年久失修 路面凹凸不平 加上排水不良 增加学生进出的危险性 接获校长陈勤后 县议员林如洋 张秀之与县长许淑华到场勘查 校长也特别提到 在这里有一些老树其实都已经断根了 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性的把它抛除 甚至路面的隆起的状况 也需要整个做铺平 所以这个工程大概需要200万元左右 那也除了来争取这个200万的经费之外 也另外再提出了 在德新管这边 因为使用路非常的高 那冷气呢 还有包括早期的配线的管线 都不是那么的完整 那所以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 把这个冷气的设备全面性的来改善 那这个校长刚刚讲说 这个可能要400多万 那计划刚刚提到县政府这边来 我们会请县府的同仁先报中央来争取看看 假设明年没有办法来顺利争取到的话 就由我们县政府来支持学校 县议员林如阳和张秀之 感谢许县长及教育处的支持 让孩子的教育环境变得更安全 另外许县长也非常重视活动中心的环境 除了是学生活动的重要空间之外 也是社区时常借用举办活动的地点 因为学校经费有限 无力更新冷气设备 对此许县长也允若会帮助学校改善 那所以这次也感谢县政府 那会来协助我们这些孩子们 让这个德行馆的冷气设备能够更加的完善 也能够让我们在附近社区的居民来这边使用的时候 都能够有冷气来使用 在这边再次感谢南投县政府 再次感谢许淑华县长的用心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为学校 为地方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能够更加的进步 我相信我们县政府能够在教育处处长 还有我们所有同仁之下 向中央申请 就没办法申请下来的话 我们县政府能够全部的给予来协助 那我们还有德行国小的这个冷气的部分 也一并的请先政府来就我们的冷气的部分来给加装 那我们的学生能够在有冷气的叫水的环境之下 未来能够得到很好的环境 打造安全与良好的教育环境品质非常重要 林议员和张议员肯定先服团队对于教育的重视 希望这些有安全疑虑的地面及活动中心的冷气设备 能够早日完工 让南投的孩子有最好的学习环境 记者庄仪廷南投市采访报导